不過除了橘子這一件事情外 我要把這個事情跟橘子放在一起 讓大家看說那就找律師嘛 所以律師會幫你處理很多事情 所以看到高宏安拼上訴律師團換學 新政治踢管機怕了嗎 他新政治踢管機怕了嗎 他突然間臨陣換降 把三位律師全部解聘 然後換了一批新的律師 而換的律師聽說都是很厲害 都是扮這個厲害 扮那個厲害 當然扮一件這個厲害就出名了 出名到有這麼厲害嗎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他覺得他換了律師 為什麼換律師呢 這個是蠻有趣的 還有去年新竹萬聖節遊行出現新政治踢管機 指向諷刺高宏安遭年卜黑衣人包圍 這個是這樣子 那這些黑衣人為什麼要畫臉譜 就是不想讓人家認識他 認出他 為什麼這樣子呢 所以大家都在問 上訴狀僅兩位律師具名 且非一審的三位律師 所以從這裡來互相對照 再加上局勢不會 局勢可以請律師啊 律師會保護你的權利啊 至少程序的公正律師絕對可以做到 至於實質那當然以後要看審判等等 那才能夠真正的出來 所以整個程序的公正 律師是可以維護你的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變成被告被通緝的 當然有權利請律師啊 而且還可以有律師團啊 不過出去開庭的只能夠三個 法律規定是這樣子 所以義善啊 高鴻安 以前你的建議呢 以前他的律師團算重 黃金律師團 只不過一審輸了 所以就換律師團嘛 因為輸了嘛 一審輸有時候也不是律師的錯啊 但是 台南班的請就輸了 一定要沒事情 高鴻安的性格就是千錯萬錯 一定是別人的錯 絕對不是我高鴻安的錯嘛 包含他當初找副市長 還找了一個檢察官 蔡清 蔡立清嘛 做他的副市長 其實那時候大家都在猜 找他做副市長 他要掃律師費啊 因為有一個副市長 是檢察官出色的 掃律師費 還可以跟他問我案情 所以蔡立清都被他氣跑了 何況這些律師團 幫他一審判決 輸了之後 他可能就要想說 那我換一組人看拚二審 我會不會贏啊 我先把請律師的主要作用告訴我 不是你台南班的請就輸就沒事 如果欠錢請就輸就不用害 哇 這樣就輸就不得了 這樣好給人 後來台南班的請就輸就沒了 不是 請律師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第一個 確保你程序的公正 你在程序上應有的權利 不會被忽視 不會被專業的檢察官或法官 給呼嚨你 這是第一個 譬如說法官在審判 要判決之前 在辯論的時候 最後一定要問一句話 最後一定要問你這一句話 他如果沒有問 整個程序通通無效 你要那句話多簡單嗎 假設某一個人是被告嗎 某某人 你最後有什麼話要說 你最後有什麼話要說 這句話聽起來沒什麼 有說不說不一樣 你如果說這麼多 說三年輕 說五年輕 但是這句話如果只要沒有問 所有的審判程序全部無效 而律師就了解這個 所以律師第一個 確保程序的公正 第二個 你被判有罪 如果你的確殺人犯我 請律師就沒罪 所以這個律師給我 拚給台南辦 請這筆律師 沒辦法給我拚到沒罪 所以沒效 就換一筆 這不是請律師的態度 還有蔡麗清 我要幫他講話 當他的副市長 蔡麗清是優秀的一個高 高檢署的檢察官 他很多專業 包括洗錢各方面 他都是專業的律師 專業的檢察官 他看他也跑 奇怪 他這樣換來換去吃了換什麼 律師指稱 這段時間對於支持 無罪答辯的學理與實務 均你搜索 哭腸 想破頭 恐怕無法再提供新的面向 所以律師也想說 建議另請高明 找其他律師加入 表示 表示高榮安在complain這些律師 所以律師跟他講 我已經 我告訴你 有一些判例 有一些判決 判例跟判決不一樣 我先跟他講 還有一些以前的案例 律師要把這些搜索出來 像現在還有電腦可以搜索好多 我們以前是 我告訴你 以前的書是有多少 大家知不知道 判例判決的書 大概這麼大的書 除幾百本 兩個 我們要從這幾百本裡面 一本一本 然後有關的去抽 去翻去找 以前我專門這個 那一套都是幾十萬的 律師書我都要買 現在變哪 現在電腦 我們以前是這樣在做的 所以我要告訴你 什麼叫做 搜索枯藏想破頭 我們都做過 結果建議你找其他律師 表示高榮安complain這些律師 所以不要亂說 對 而且律師指稱說 你要無罪很困難 其實這個所謂的助理廢案 康懷中的案例 就告訴我們 第一你要認罪 第二你要態度犯後良好 第三你要繳回犯罪所得 說真的他的犯會所得也不多 所以十一萬多 你要繳回去 而且態度犯後態度良好 而且你認罪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減刑再減刑 變成是緩刑的狀況 讓你不用進去關 其實我覺得原本的律師團 可能都建議高榮安用這樣的方式 讓自己所謂的緩刑 但是高榮安堅持自己是無罪的 而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這些律師團 所以他才給換律師 免疫不好 都醫生的不對 不是因為你的生活不好 你不運動 你不健康 都不是你的問題 都是醫生不會把你醫好 其實像這樣的例子 最好的一個例子 只有潘懷中 就是他不用關 但是他有認罪 他有賠所有的錢 那你第一個 你那其他的案子 都一定是有罪的 包括什麼這個高雄市的議員 我告訴你 潘懷中還做了一件事 讓檢察官覺得他有誠意 他有悔過 他說 包括檢察官 所有的錢 認為我侵佔助理費 我都還 第二個 我深自懊悔 第三個 我立即辭議員 他這個立即辭議員 讓檢察官 讓檢察官 法官覺得說 你 有悔過之心 所以就給他喚醒了 對啊 所以說 那所有像這種議員 人民帶著助理費 他攀壞就是最好的結果 有一個議員 我記得 他在庭上 連他的助理都幫他講話 說我們是自願的 我們沒有說 老闆是強迫我們 怎麼要怎麼貪這個助理費 也都不行 那個人還是被判刑 對 所以就是攀壞這種例子而已 好的律師 其實也要建議當事人 對啦 在如何狀況之下 博取最大的 刑期的殲免 好的律師 你就開始台人辦公室 你就有做了 你就開始恐嚇 資料都有了 你要叫列書跟你拚得沒多 哪有可能 但是我們盡量爭取 用各種方法 譬如說 你曾經做過很多好事 跟法官說 有啦 這個人雖然很難 不過他也有做好事 表示他本性未敏 這個人還有 有教化的可能性 拜託給他 用各種方法 律師是這樣子 但是不是說 律師一定要跟你變到無罪 才叫做合乎你的理想 這個我簡單補充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麼有趣的狀況 你知道在一審判決之前 就是高雄安本人 堅信一定會無罪 高雄安的團隊也堅信一定會無罪 然後高雄安跑去基層的時候 跟基層的里長們在講的時候 也說自己一定會無罪 然後所以有一票人跟著他相信 一定會無罪 那結果等到一審判下來 有罪了之後 他們認為這個一定是原判 所以認為只要在上訴 一定還有機會弄到無罪 所以才會有這麼奇特 這麼奇特 像信仰的結果 我告訴大家 這些律師說 請你另請高明 我判斷對不對 我不知道 第一個 律師被他埋怨 律師覺得我已經盡心盡 還被你埋怨 第二個 律師覺得你要請 你要無罪 站在書的內容 要跟你說一句話 不可能 因為你開始就有做 不可能 因為我辦過很多案子 我知道 我常常跟當事人勸說 好啦 好啦 你就開始有了 你就成人了 他說律師傅 不過成人 成人到處就趕快 然後用很多方式 所以這個法律其實大家要去了解